萨林杰下去休息 把伯顿换上来 继续没有 篮板球 还在利姆豪的手里 漂亮 这边呢 伯顿在外向的三分 终于是开张了 第二阶上来一分半钟 广州这边已经有两次犯规了 伯顿 急停的终于立条头 好球啊 伯顿拿球 面对陈英俊的防守 伯顿这边有身材的优势 选择横向跳步的三分球 传出来之后的中距离跳投 一眼没进 但是篮板球点出来 外线伯顿再投三分 好球 看看这球该投了 进攻时间只有最后的三秒 再传 这球想传谁啊 最后失误了 伯顿前掌快攻 这是一个干扰球 最后一个回合 伯顿这边杀进来 犯规了 真正的球迷也看到了 伯顿是什么样风格的球员 说啊 还是没进 伯顿这儿 把球形控制住 给到余德豪 三分球 哦 还有 伯顿 强攻 没有太多的个人攻击 两发全中 伯顿在控球 固定有掩护 没有换防 这边陈云俊贴得很死 但是伯顿 这球真是准 几乎是看不见篮筐的防守 这球交给斯佩茨 哎呀 掉球了 给到伯顿 伯顿也不扣 在今天的比赛里 斯佩茨三分是9中4 但是 整体名声率是15中6 还是相对偏低一点 最关键的是 攻打得近 没问题 中位的机会 哎呀 几次传到球之后啊 突然伯顿呢 也没有动位置 伯顿 我抬手再投三分 好球 伯顿这边连中两个三分 就这么打下去啊 这很快就要把比赛杀死了 黄游手 犯规了 只有8个 伯顿这个两个三分啊 真是杀人猪金 一下就把这分差给拉开了 已经拿到31分了 之前质疑伯顿得分能力的数据 两场比赛拿131分 比分是100比上86应该是 伯顿三分球 好球 真是强硬啊 而且伯顿连续得分 可是这球并没有良好的分球机会 听军球也没有打进 看看伯顿这边 修操作 登档之后三分球出手 还进 哇伯顿疯了啊 这球啊 打到伯顿手里 湖顶给掩护 出空位 直接就是转换成进球 伯顿这边简直是进攻教科书的表现 先踢不上场的伯顿应该已经拿到了42分吧 左侧有空间 哦 头超远 我的天 还进了 不过挡开还是换回来 又是三分球出手 哦 还中 我的天啊 伯顿是不是今天表现最爆炸的小外援 放射 放射 下来 下来 做 看 啊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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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